有没有拿佣金 有没有人拿佣金 出来讲清楚说明白 国民党继续仅有陈时中疫苗门 虽然先前指挥中心才公布 疫苗单季采购价格765元 却被爆料政府买BNT的成交价 比鸿海的多出1亿美金 来因党团质疑民进党从中拿佣金 也在秀出去年6月 立法院党团朝野协商影片 怒轰陈时中自打脸 我们是一定要跟委员报告的 会议记录我不知道委员要求到多细 但基本上我们一定会 敲一个完整的报告出来 不要以为船过水无痕 当时用话术来应付了 国民党在内的立法委员 现在就可以翻脸不认账 蓝一立委持续喊话 陈时中说清楚讲明白 台北市议员王宏威 也打高端疫苗采购黑箱 质疑政府带头炒股赚取利润 非常痛恨高端在这段时间 这样明目张胆的炒股 然后政府竟然对他莫可奈何 所以我在这边也呼吁地检署 金管会移送六次 六次你们现在在干什么 高端炒股不办吗 三加十一破口争议 蓝银也没打算放过 点名桃源市长郑文灿不负责任 出包前说会持次与机组员沟通调整 简易天数 事后却改口翻盘 说从没讨论过 郑文灿你真是上书大人 真是机灵 机场工会是白纸黑纸 你就是希望调整整个五加九 调成零加五的规定 所以中央有泛云 地方有文灿 全部都是陈时中的帮凶 这个会议我没有参加 那我如果参加 退出政治 那指控的人 假设没有拿出证据 请按照同一标准 年底悬战倒数 绿营争议事件 蓝银追杀到底 淮宇新闻 陈明燕 吴怀瀚 林嘉倩 台北桃源报导 请订阅 按赞 分享淮宇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我的频道